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今天又給各位帶來的是 彰化市一日美食地圖 無選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來到了 是位在三明市場附近的老豬控肉飯 來到彰化 最先入口的必死鬼 是那一塊用溫皮膚後腿肉 入製而成的優質控肉 選擇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單論早餐的話 老豬呢覺得是非常穩非常優的一個選擇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家的控肉是可以單點 那我這一碗裡面就有兩種控肉 一塊後腿一塊三層 最後呢再配上那邊香腸 論這種單碗平均療癒感 這一碗呢在彰化其實是非常的強的 肉量超多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可以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他的腿肉起手 彰化控肉真的都是這樣 皮肉那是真滴輕易分離啊 有點易碎啊 那我們來一口瘦肉 然後讓他的皮吃一下 來吃一下 OK各位觀眾 第二個感覺啊 皮的部分完全是一體中的強 重點是他的瘦肉竟然是滷到這種綿綿的口感 所以說你入口真的是表皮的一點微Q 皮下油脂那種綿密膠質感 然後呢再包覆上他瘦的綿密感 嚼在一起的感覺相當享受 然後我們再來吃一下他三層的控肉 給我吃一下 真是真的有的彰化控肉飯的滷香 真的是沒有自己的特色 主要是鹹在一點微甜 配上滷的非常浮華的控肉 入狂那真的是享受 好的那我們再來吃一下他的香腸 香腸配得翻起扒 沒有不和諧的道理 說真的他的香腸完全不屬於他的控肉 外層是脆脆的 然後咬起來裡面帶有一點吃飲 同時有這種瘦肉 跟這種比較QQ的口感同時存在 OK各位 總結言呢 我來到彰化師的第一碗控肉飯 我的總結就是 雖然說他的外皮很浮卦 但我覺得他們家厲害的應該是瘦的部分 能夠把這種大塊的瘦肉 滷到帶有這種綿密感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很適合剛早餐的一碗控肉飯 OK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早餐二號 我們來到的是位在車站附近 開了超過50年的在地老店 三行碗粿 主打的當然就是這一碗 年中帶點微Q又在來民所製成的碗粿 然後醬汁的部分 看起來配的就是油膏帶點蒜泥 最表層的還有灑上一點花生粉 而且呢他們家除了這種 香菇比較傳統的口味以外 還有干貝蛋黃口味的 最後呢就是一碗肉皮湯 那據我所知呢 他就是這種油炸豬皮加肉湯裡面 有點像是這種台式的玉米片的感覺 好的 那我們首先就從他的碗粿起手 切起來手感真的是很不一樣 而且裡面的料真的相當多 目前看到呢就是有這種香菇啊 肉餡還有一整顆的鹹蛋黃 感受一下 我個人認為一碗好吃的碗粿 醬汁的調配那是相當重要 油膏搭配蒜末那真的就是經典不敗 先是一點很適當的微甜 再來呢就會出現一股蒜香 跟它綜合在一起 而且咬下去的口感真的是非常豐富 除了碗粿本身的綿密以外 有肉餡的微Q 蛋黃的紮實 配上干貝吃一下 雖然說它的口感 絕對不會像台那種碗粿那麼的Q彈 更多真的就是一個綿綿密密的感覺 主要的還是感受它裡面內容物的豐富 有香菇 有肉餡 有鹹蛋黃還有小干貝 一顆60塊算是相當划算 好的 那我們最後就來喝一下它的肉皮湯 個人也是第一次喝這種炸豬皮加到湯裡面的 吃起來就是這種QQ軟軟的豬皮 跟一般我們在那種白菜吃到的還蠻接近的 不過那種QQ度相對又更加明顯的那一點 機體當然就是這種比較清新的筍子湯啦 OK 各位 總結呢 三行碗粿 如果你是想要吃Q彈系碗粿的話呢 它可能沒有到那麼的對你的胃 不過它的肉餡本身呢 就是屬於那種很有記憶一點 實力相當堅強的類型 所以有機會也可以來嘗試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來到彰化吃的第三家 夜市時候該有請一顆外脆內Q的脆皮肉圓下肚 這一家呢就是位在車站附近的北門口肉圓 那我呢當然就是大小肉圓各一顆 然後再配上碗龍水湯 那它其實就是這種豬骨水配上蒸在一起去蒸 然後最後再加到湯裡面 好的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可以吃 首先就從它小顆的脆皮肉圓起手 而且他們家都有先幫你剪開 然後才把醬汁夾進去 讓整個味道更加的深入中心 OK 髒話的肉圓那真的是不太一樣 毫無疑問 海放我拍片到現在所有吃過的脆皮肉圓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我以往吃的那種脆皮肉圓 它真的就是脆 但是那種脆度有點太過於厚 但他們家真的就是表層的微脆 咬起來還是非常的Q 這種口感強烈的對比 入口的經驗感極高 除此之外醬汁那也是相當浮誇 非常適中的甜味 而且我怎麼感覺還帶有點微微的花生香 光是它的皮肉上醬汁就是很有層次感 我們再來一塊 我只能說髒話肉圓到處都是 但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來這邊呢 要找那種脆皮的吃 像阿山北門口這種拍戲的 我們再來一口配上裡面的肉餡還有蛋黃 好的 那我們再來吃一下它大的這個脆皮肉圓 裡面的用料那真的是更加豐富 而且尺度真的很大 其實就比一般那種棒球還要更加的大顆 因為他們這裡都是現點現炸 所以吃起來真的是偏胖 不過我的舌頭呢 絕對是願意為這個酥脆度小犧牲一下 而且各位看一下它裡面 雖然不是一整顆那種干貝 算是一絲一絲的干貝絲 口感可能不會像整顆那麼Q 但是相對的那種分布也會變得更加均勻 而且它除了肉塊跟干貝絲以外呢 還有這種油炸的鴨蛋跟香菇 用料那是真地實在 好的 那我們最後就來喝一下它的龍水 它真的就是非常小巧可愛一塊 沒有想到豬骨水跟這種蔥蛋香是這麼的搭配 兩者其實那種本身的味道都不會說過於強烈 跟它的外型差不多啊 走這種小清新淡雅路線 然後口感方面真的就是雙層的綿密 有骨水的綿還有蒸蛋的綿 非常好喝的一碗湯 OK各位 總結言呢 北門口肉圓百分之百 來到彰化 你想要吃一點不太一樣的肉圓 這一家呢會是一個相當好的選擇 那當你想吃R3也是可以啦 它們好像都是親戚關係 所以吃起來應該都差不多啦 好的 那我就繼續享受我的脆皮肉圓 我們下一站見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嘗試一下 有著彰化平下定泰風之稱的 莊家手工想用湯包 地點呢就會在秀船宴的附近 小小的那種鐵皮屋的手工湯包裝賣店 生意相當的好 而且口味選擇那是真諦多樣 除了一般那種經典款鮮肉湯包以外呢 它們還有這種 四五雞啦 那種香菇雞啦 以及我今天點的那個韭菜口味的小龍湯包 我還真的是沒有吃過韭菜口味的 而且看得出來 它整體那種下緣的下垂感是更加強烈 你就知道它裡面是有大量的湯汁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可以吃 然後我們首先要吃一下它原味的湯包 已經開始第一支了 個人吃湯包呢 一樣是床上一口悶度一些 OK各位 感受一下 第一個感覺是 雖然說它這個肉餡啊 還有湯汁的味道 不算是我吃過最有記憶點的那種味道 但是湯汁的量百分之百是最多的 入口那種蔓延溢出來的感覺 持續相當久 夾起來的手感真的是差非常多 有這種湯汁啊 集中在底部那種晃動 咕咕咕咕咕的感覺 好 我們再來一顆 那我覺得如果你不沾醬吃 算是比較小清清啦 味道我不會說過重的這種湯包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來配上他們家的油膏試一下 吃一下 微甜的油膏沾上湯包 相當完美的組合 我們再來一顆 給大家看一下它一顆裡面 到底有多少湯汁 整整一小碟 應該是我吃過皮凍下最重的小湯包 好的 那我們再來吃一下它韭菜口味的 一樣把它撸上一點油膏 我覺得他們家的湯包呢 真的能走一個小清清露餡 而且因為韭菜的量非常多嘛 幾乎是掩蓋了它那種豬肉餡的香氣 整體我覺得真的就是清爽系的湯包 然後湯其實真的是巨量 OK 總結言呢 莊家鮮肉湯包 跟我以往吃過的湯包相比 它肉餡的那種香氣調味 真的是比較清清 比較清淡一點啊 不過湯汁的量真的是非常浮誇 好的 各位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晚點見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晚餐時間我們繼續來重溫一下 彰化烘肉飯的魅力 這一家呢 你把它說是彰化最強 可能會引起不少的爭議 但是單論彰化最難排的烘肉飯 百分之百是它 就是位在永樂夜市附近的夜市空肉飯 3點半開業 我3點半就去拿號碼拍 4點半呢 才拿到我的空肉飯 究竟這碗讓我等了一個小時的空肉飯 到底多好吃 我有點擔心啊 因為這種長時間的排隊 挑剔要求度會大幅的提升 不過外型首先呢 看起來是相當對位 中心的瘦肉真的就是小小一塊 主要呢 還是吃它外面這層皮啊 相當的油亮Q彈的感覺 不過尺寸確實是偏小 像我這種大男單吃一碗覺得是不夠的 所以呢我還有再點了一隻他們家的雞腿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它的控肉起手 感受一下 OK各位 排了一個小時的空肉飯 在我內心呢 是百分之百給過的 最先感受到的 就是它表成這種深咖啡色 但有點微Q的 它整塊不是那種徹底軟化軟爛的狀態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下面這層白色油脂啊 綿密化口的質地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它的乳香喔 也沒有說過於強烈喔 但就是非常的好吃 配上米飯一起入口 嚼的過程那種黏稠感 真的是更加強烈 不過說真的 它皮非常強 但是光看這塊瘦肉的外型 有點擔心它 感覺就沒辦法棉料拿來去 OK各位 瘦肉的部分呢 個人覺得還蠻普通 甚至有點微搓 但是當然它的外皮 實在是火力十足 個人很喜歡 好的 那我們最後就來試一下它的大雞腿 試一下 百分之百海放我最近吃過 所有雞腿便當裡面的雞腿 吃起來真的就是徹底的綿密 然後一樣一股家常乳香撲鼻的來 很讓你上癮 OK各位 啃的太旺我突然就吃完了 那總結言呢 夜市控肉飯 剛才咬去它外皮那個順子 應該是我今天拍的這物家裡面 最幸福的時刻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表皮的微Q 脂肪的綿密 重點是那種油脂包覆飯粒 佔據你整個口腔那種感覺 真的是很罪了 但是很爽 OK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彰化石一日美食地圖無選 毫無疑問 彰化應該是我近期拍過 前幾喜歡的地區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食物類型 各位如果來到台中玩 不要忘記搭火車去彰化吃一下再上來 那個時候 那個控肉真的是讓我肥胃無窮 各位有機會一定要嘗試一下 好了那這樣好了 我也會把店家的詳細資訊 留在影片下方的收入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